最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都看到了 28岁的国平世界冠军顾玉婷在 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婚礼现场的视频 也就是说国平名将顾玉婷已经大婚了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点赞和祝福 经常关注国平的球迷都知道 顾玉婷也是国平一名猛将 曾经多次代表国平击败日本世界冠军 大家非常熟悉的日本名将平野梅雨 曾经对平野梅雨五连胜 也被大家称为平野梅雨的克星 经常关注乒乓球的朋友都知道 平野梅雨虽然没有伊藤美成出名 但是曾经平野梅雨出道的时候 也对国平女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相信很多球迷都知道曾经在亚锦赛上 初出茅庐的平野梅雨击败大满贯选手丁宁 还击败了如日中天的朱雨玲陈梦夺冠 当时也是相当威风 后来被国平重点研究之后 平野梅雨跌落神坛 尤其是顾玉婷对她五连胜击垮了她的自信心 顾玉婷也是一位大心脏的球员 虽然内战胜率不算高 但是对阵外战的时候打得非常勇猛 真的是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输 很多球迷也都非常喜欢顾玉婷 同时顾玉婷和刘诗文的关系也非常好 两个人可以说是很好的闺蜜 此前两个人曾经搭档一起夺得过公开赛的冠军 接受采访的时候顾玉婷口出金句 得刘诗文者得天下顾玉婷不仅有颜值有身材 同时情商智商可以说也非常高 离开国平后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收获了完美的爱情 如今走入婚姻相信一定能收获幸福 可惜的是顾玉婷的婚礼 国平球员参加的并不多 主要原因是国平出战了大满贯比赛 同时现如今刘诗文是国际拼联连运动委员会主席 对刘诗文来说虽然没有紧张刺激的比赛 以及高强度的训练看似刘诗文自由时间更多了 但是对刘诗文来说坐上主席的位置 需要刘诗文经常多的飞来飞去 看到刘诗文的好闺蜜顾玉婷走入婚姻收获幸福 很多球迷也都在热议比顾玉婷年龄更大的叮咛 刘诗文现如今也都远离赛场 但是他们至今还没有爆出结婚的消息 尤其是刘诗文自从和张继科分手之后 至今还没有爆出恋爱的消息 叮咛此前爆出恋爱的消息 只是现如今在提高自己的学历 走入婚姻的时间推迟了 在反观南平这边国平大满贯得主孔令辉 张继科也都没有结婚 很多球迷也都替他们操心 就拿孔令辉和张继科来说吧 孔令辉曾经和娱乐明星马苏同居11年 可惜的是最后两个人成为路人 据爆料两个人自己都没有结婚 很多球迷吐槽孔令辉太大男子主义 马苏也许在等他只要孔令辉这边说句软话 也许两个人可以一起幸福地走下去 在反观张继科和刘诗文曾经在国家队的时候 两个人有过长达七年的恋爱 因为国平不允许恋爱 最终彼此为了乒乓球事业放弃了恋情 但是初恋是美好的 正所谓爱上藏傲的女人 又怎么能看上小奶狗呢 并且现如今张继科未婚刘诗文未嫁 有球迷认为 两个人有可能还会走在一起 毕竟初恋让人难忘记 毕竟两个人之根之底 也许在内心的深处彼此还埋葬着对方的美好 因此有重归于好的可能 大家说对吗